好,現在我用原本的就延續一下 如果我要繼續做下去 那這邊 假設你覺得這邊我要繼續往 右手邊這樣過去,可是這樣空間太小,請問該怎麼辦? 右邊空間好像不太夠 各位 如果你看網頁 字 太大 太小,可不可以放大縮小 可以,那這邊有個快速鍵,建議大家可以 稍微用一下,因為我們上面 上面是屬於2D 如果你要放大縮小,其實上面工具列這裡有放大進來 可是你老實在這裡按,有點慢 所以我都是這樣子 Ctrl鍵按著 加上 你們加那一支 中間有沒有一條 加上滾輪 往前 往後就可以 Ctrl按著,這樣滑出滾輪,往前往後 這樣有沒有放大縮小 有嗎 Ctrl按著,這樣滑出滾輪,往前往後 對不對 這樣子你要放大縮小,這樣右手邊有沒有空間就比較多了 因為你縮小了嘛 我們空間就比較大一點 好,來一樣的 那 你要做之前,一般來講 我們剛剛是先畫地板,對不對 可是其實比較常見的方式是先做 墻壁 我先給各位看一個東西 在這裡 你看我們這邊有一個官方的 動畫流程 我先給各位稍微 了解一下 因為你現在有稍微用過了,你再來看這個可能會比較清楚一點 他有不同的這個檢視 這個沒有問題 那他 待會我會告訴你他有四個步驟 三個步驟 第一個 就是你先把 平面圖畫出來 對不對 你可以從外部揮進來 這個我們會跟各位說明一下 有沒有,先畫牆壁 先畫好牆壁之後 那你的厚度啦 角度啦 你可以自己調 接著呢就把門窗加進來 接著再把地板加進來 最後 就是你的什麼 家具的一些裝飾啊 家具的一些裝飾啊 你的家具怎麼擺 然後你的材質怎麼設定 有沒有這樣一個一個丟進來 等到這些都好了 你可以調 我們的 剛剛的 陽光 就是那個 方位 然後做輸出 對不對 找到你想要的角度 他這個就是攝影機的 有沒有 有沒有找 紫北針 最後是這樣輸出 所以這個是他大概整個一個流程 整個一個流程 那最後你可以你看輸出這些東西 把它輸出出去 那 了解這樣概念之後 我們回到 剛剛這裡來 我現在在這裡 我就先用牆壁 點一下 好 如果你要從這邊延伸出去 我就從這裡 點一下 放開 移動 點一下放開 好到這邊 點一下他有平行的地方他都會出現一條線 好這樣你會比較看得清 好就把它兜兜兩下最後結束 兜兜 OK 這樣 我在下面 是不是就有一個空間就出來了 對不對 但是這樣子是 比較危險 因為這樣比較有坐牢的感覺 沒有人權 沒有窗戶 沒有門 所以我們找 左手邊 門跟窗 左手邊有個類別叫門跟窗 你點進來之後呢這也是隨用3D的一個優點 因為 平常如果你要做門跟窗 你一定要先預留空間 對不對 可是這裡不用 你看喔 我們先找個門 門門 好 有什麼樣的門 這是固定窗 我們找大一點的 好 我先找這一種的 把它拉進來 你只要靠到牆壁上面 你可以發現 有沒有自動打洞了 它只要 門碰到牆壁就會自動打洞 所以你不用預留那個空間 這個是一個很方便的設計喔 因為以前我們都要你要多少那個 寸球 扭了掉 就不能變了 但是這個呢你可以隨時做調整 你看我現在進來了有沒有發現門是往外開的 那如果往內開可不可以 可以喔 你只要把這個門 往牆壁面一拉 有沒有這樣就往內開 你看下面 對不對 好就你 門靠外面靠裡面 它的開門的方向就會自動改變 這樣會了 那窗也是一樣的喔 所以你可以找找看 窗窗窗我們找看看 門窗好 我找這個 平移窗 把它拉進來拉進來 有沒有 這樣就有了喔 那如果你窗要打開怎麼辦 有些新的模型 跟我們剛剛那個調整姿勢一樣喔 你只要在模型上面點兩下 咚咚 假設 這個你有看到 叫做修改開口 恭喜你 恭喜你這就是新的模型 所以 像這個怎麼辦 我就按下去囉 那個門要打開 有沒有 這樣門就 拉開 你可以自己轉轉看不同角度看一下 確定 確定 有沒有這個門就拉開了 這樣是很方便 那如果你是屬於開門的 像我這個 這個 這種門窗 他就是往內或往外開的 你往內 你看我靠到他 然後往外靠一點 有沒有 不一樣的 然後 這個呢 一樣點兩下 有修改開口 所以我就在這裡 推出去有沒有 門窗推出去 就這樣子 好確定 確定 有沒有 這樣就看到了吧 所以 看你要怎麼弄 這個是水溶沾滴一個很大的優點 好所以 你的牆壁做好了 門窗 你就丟進去 他就自動產生 這樣的一個透明的效果 好 那 回到這邊來囉 假設你這裡做好了 裡面還沒有地板 怎麼辦 還要像剛剛這樣 1234嗎 不用 可以很快的 我先進到這個地板的工具 就是繪製房間 這裡就是有小技巧了 我只要在裡面 咚咚兩下就好了 咚咚 有沒有自動產生 你也可以反其道而行 我有地板 自動產生牆壁 也可以 注意 那 你看我兜兜兩下 只要 前提 就是 你的 牆壁是封閉的 有沒有 我們這邊都是封閉的 那他就知道我自動 根據你的範圍產生一個地板 就可以像這樣自動做好 這樣會不會呢 我做另外一個給你看 如果我是先有牆壁 顏倒 我先有那個地板 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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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假設我就這樣子好了 這個時候一樣我就進到牆壁的工具 我只要兜兜兩下 兜兜 等一下 兜兜 來你看一下 有沒有自動產生牆壁 對不對 所以 其實你要用哪一個都沒關係 那為什麼我們比較強調說一般都是以牆壁優先 為什麼 等一下我們蓋二樓的時候你就會發現因為牆壁可以做彎曲 可是我們地板 不能做彎曲 我們剛剛講是不是都是多邊形 你多邊形要點成一個圓容易 不容易 其實不大容易 可是牆壁 他可以彎曲的話你要做圓就相對比較容易 這個是等一下我們 二樓的時候會跟各位稍微介紹一下 這樣OK嗎 所以你可以先試看看 那 一樣的 你們家的這個 牆壁的材質 可不可以自己變化一下了 可以 你就可以點兩下 自己要看一下 分辨一下 你們家的牆壁 左邊的牆跟右邊的牆 對不對 以我現在這個來講 以我這個來講的話 我是從這邊 劃過去的 所以這裡是左邊 這裡是右邊 跟箭頭有關係 那你了解這樣概念之後 我就來這裡 左邊是外面 所以我就找溫離 這種牆 那裡面的 你就可以看看 我想要用的是木頭的 木頭的 好你要木地板的也可以啦 或者你要這個 其他的 像這樣子的 OK 確定 確定 來確認一下 有沒有這樣外牆 內牆都有了 請問另外三個 會不會做 不要那麼辛苦喔 還要射三次 你瘋了 哈哈哈 來我問一下 Office Word裡面有一支 刷子 那個是什麼工具 Word裡面不是有一支刷子嗎 是不是要複製格式 複製樣式 這裡也有一樣的概念 所以你不用那麼辛苦 要重新做一次 你看 來 我到這邊 按右鍵 複製就好了 好就把這個牆壁複製 可是我並不是要複製牆壁 我是要複製我的材質 所以我只要 點到你要的 按滑鼠右邊 有沒有叫貼上式樣 這樣就好啦 其實我可以三個牆壁一起做啦 但是 貼上 這樣應該比較有感覺吧 點到 按右邊 貼上式樣 有沒有這樣不小心就全部做好了 這樣會的嗎 一樓客廳就隨便你 擺家具喔 你就自己可以擺 你可以找找這邊 這裡有那個叫起居室嘛 在這邊叫起居室 當然其實我建議 不是起居室 我看一下 對對對起居室 你不一定只有找這裡 因為下面還有很多 還有很多 就是你自己找找看你想要什麼樣的家具 比如說你想要有個地毯啦 這裡也有地毯地毯 我記得這邊有地毯 漁缸待會再來 去哪裡 看一下 先把沙發叫進來好了 沙發 沙發 然後呢 你要一個桌子 其實你還是一樣 你可以找 適當的關鍵字 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好那再把 其他的 丟進來 我看到地毯了 這裡有東方地毯 不過地毯很大一個 好放中間好了 好請問這樣可以嗎 有沒有 你可以自己看一下你要放哪裡 這樣是不是就OK了 那電視啦你可以直接用TV找找看 TV 應該就可以找到 有一些 好擺上去 這樣 就有一個小小空間了 這樣還OK嗎 真的其實如果你覺得是標準的3D軟體 或是像Sketchup 你要做到這樣其實也 有點 難度啦 可是我們這邊就你只要擺一擺就好了 先給各位幾分鐘的時間 三分鐘先 自己安排一下 等一下我們要自己 客製化你的 電視上的節目 然後呢 抱枕可不可以換別的花紋 也可以喔